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由行的部分 我们还有团体旅游 主题旅游的后续 会来搭配一起推出 那大概也要将近投入 11亿.1亿元的经费在这里面 那我们也相信 能够带动大概75万人次的 这个国民旅游的市场 整体跟刚才这个国旅券 我们相信能够带动 大概124亿的一个观光的产值 其实重要的是 大家都在过去以往 都能够遵守着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的措施 我们做到滴水不漏 大家才有这么机会走出去 所以我在这里 真的是鼓励我们全国的同胞们 在后疫情的时代 其实防疫已经成为日常了 所以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如何大家大手牵手小手 来体验这个台湾的知美 然后去探索各个业者 所推出来的一个 很值得优质的相关的旅游的产品 让我们用具体的行动 来支持我们国内市场的永续与发展 国旅券可以用来折地旅行业 住宿业 观光旅游业 及温泉标章业 还有游乐园门票 共发送120万份 民众在振兴五倍券平台预约时 可以一同登记国旅券抽签资格 搭配五倍券玩得更精心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